各位全球派友 李奥派友会的家人们 大家早上好 我是黄李奥 今天是2024年3月26号星期二 派的五周年已过 临近最后一公里 我们都赢了 这是全球财富大更迭 首先受益和真正获得财富自由的 就是派先锋 不分男女 不分老少 更不需要学历 也不要任何背景 你注定可以成为人上人 如往后 大家再回过头来 共同怀念这五年的痛苦 并一直坚持的美好时光吧 最近有那么几个人还在嘲笑我 人家尼古拉斯博士和范博士 都没宣布6月28号主网 你黄李奥装什么大冲 说得好 去年3月份 我只是分析了一下 比特币和以太坊的走势 结果一批批黑子 黑压压的一片来喷我 而去年7月 我又建议大家去香港注册 Wordcoin世界币 又给那批人网报 几十万配偶的群被他们举报淪陷 现在结果又如何呢 比特币由1万6美元涨到6万多美元 Wordcoin世界币 由1块多美元涨到12多美元 当然啊 这几天都在跌 好在里奥管理团队的部分同事们 都有赚的money 其实 628主网不主网 并不是我说了算 尼古拉斯博士3月14号发布视频说 今年晚些时候会主网 那就行了 反正我也是受益者 虽然我的币并不够多 但是肯定够用 朋友们 我们一起风雨同舟 五债有余 应该彼此珍惜和尊重 我的话懂得都懂 好 现在言归正卷 学习Wordcoin知识五年多了 居然每天还有很多的同学 不理解什么是Wordcoin 什么是新消费时代 今天的分享一次说个明白 建议收藏转发 让更多的人知道 Wordcoin就是第三代价值互联合 第一代是可读互联网 叫Word1 第二代是信息互联网时代 叫Word2 就是现在大家每日都离不开的 独某英啊 快某手啊 视频号啊 淘宝 京东 拼多多等等 第三代是可拥有的价值互联网时代 叫Word3.0数字时代 也就是去中心化时代 全球发展中各国都在积极推动 数字经济时代 它已经开始了 也就是号称可以实现人生报复的周期性大集会 其实Word3.0到底是什么 全网都在说 但没有说明白 我用一句话简单的来开阔 就是拿回本该属于你的东西 Word3.0来年之前 你在某宝某东某西 任何一个平台消费 你的数据呢 将留在该平台 过去你只有贡献的份 数据所产生的流量啊 价值啊 都跟你无关 弄不好还要放你一点血 比如某宝同意你入住 那你得交费 你就认为理所当然 给你一点奖励 你还得感恩戴德 其实这一切都是属于你的个人资产 当你打开手机的那一瞬间 数据就已经被别人给变现了 但是现在Word3.0是消费者参与 社会财富分配的新消费时代 老百姓从贡献者变成了参与者 所创造的价值可以自己去使用 甚至打包成NFT进行流通 卷让自己的个人资产 拥有了获得数据价值分配的权利 也就是说数据确权 最终实现数据回归 我的数据我做主 听懂了吗 Word3.0就是互联网的下一个阶段 它能让你拿回本该属于你的东西 它依托于区块链 以数字钱包作为入口 在Word3.0的世界里面 没有人知道你是谁 也就是立名字 当然为了符合各国法律法规 需要进行实名KYC认证 你只需要一个数字钱包 跑遍全球 都是一样的 里面有很多的生态 包括消费 购物 游戏 社交 资产管理 等等等等 而你说消费的每一个订单呢 都会以数字资产的方式 自动流到你的钱包里 这就是消费贡献参与社会财富分配的新消费失败 真正的实现了用户的价值回归 共畅共享 新消费的核心就是让长期的消费变成可以累积的收入 相信很多朋友还是第一次听说 其实呢 不难理解 如果说让消费变成一种收入 那么所有的都将投身其中 在共同富裕的方向来说 人人都能参与的事情才是公平的 它能够满足所有消费者对生活的需求和向往 新消费不仅是在花钱的同时 也是在挣钱 在过去的消费模式中 消费者购买任何产品或者服务 都是商家的挣消费者的钱 而新消费时代是去中心化的 让消费者和企业间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形成利益的共同体 企业把消费者的每一笔消费 卷变成对这个企业的投资 让消费者通过消费 就能够参与到企业的利润分配当中来 新消费时代从今天起 不再是简单的花钱动作 而是成为一种挣钱的动作 消费者一直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只要你换个地方消费 就可以把你的日常的消费数据变成资产 通过资产 可以把你的钱重新藏回你自己的口袋 这就是新消费时代的魅力所在 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消费者 而是消费者兼投资者 也就是消费商 你明白了吗 全球有30多条WARP 3.0公链 Pi Network是WARP 3.0 并且拥有去中心化公链的最大最强平台 Pi币只是Pi公链的冰山一角 请问比特币和以太坊 在不久的将来 拿什么来跟Pi Network比呢 好 我是黄李奥 欢迎全球更多的派友加入李奥大家庭 为即将到来的主网欢庆大会 香港站助力 咱们见面聊吧